原标题,美国海军陆战队2020年预算,有限考虑近期战备,升级高端战斗。 据美国陆军公认了2019年1月25日报道,一名高级官员表示,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现代化方面投入140亿美元,在近期战备上花费138亿美元,约占2020年总预算的30%。 海军陆战队和海军陆一系列近期和长期优先事项,两期战舰需要升级才能变得更加致命,并且更好地与其他海军部队打成一片。 海军陆战队需要减少自己的电子辐射,同时更好地感知对手。 海军陆战队需要升级地面和天线连接器,以更好的支持机动和维护工作。 海军需要加强预定位力,以更好的支持后勤和在有争议的环境中实现在普及。 海军陆战队需要继续投入战术和系统,在信息战环境中获胜。 海军陆战队也望在2019年实现其战备目标,2018年实现人数改善。 飞任务维修率从2017年的14%一上升到2018年的13.1%,预计到2020年1月,达到10%的目标。 此外,在现代化方面的140亿美元,将支持美国军对外更高端的分布式海军战斗做准备。 北方科技信息研究所白林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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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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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